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场演讲 那接下来会是由魏哲仁老师带来的Keynote 当大家都会Python时 魏老师无论是在教学或是许多在地开发者社群 都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与贡献 也写程式、玩数学超过35年了却还是乐此不疲 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我们的讲者 大家好,我是魏哲仁 很高兴能够在Python Taiwan 2021 跟大家分享当大家都会Python时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刚好也跟我们今年Python Taiwan 刚好是第十年这件事情有点关系 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阳明交大AI学院的老师 同时我在技术社群方面 比较常参与的是Python和Google开发者社群 在Python方面从2012年我就开始协助 Python Taiwan的筹备 我还建立了花莲搭拍这个地方的社群 另外在GDG这边呢 我建立的是GDG花莲这个花莲的社群 除了社群还有教学研究之外 我们其实也跟业界有很多产学合作 所以真的有做一些事情 那最近比较常见的当然就是所谓的人工智慧这一块 那用到了Python也非常多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大家都会Python 首先你要质疑的是这个是真的吗 是大家都会还是真的不会吗 可是你跟十年前比起来 我们应该还蛮有自信的说 现在大家跟十年前比起来 可以这么说大家都会Python 那为了切入我想讲的主题呢 我先从一个例子 简单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这前几天看到的 Twitter上面看到的一个算是有点站稳 所以正反两边都有 那我不是要讨论这个改编是对的 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引出我想讲的事情 好那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interview的问题 codinginterview的问题 题目很单纯的就是买一到五件多少钱 买六到十件多少钱 然后请你写出程式嘛 当然你仔细看的话可能会看到 有一些价格上的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我这边不说的重点 重点是你看到这个题目你会怎么写 好 作者就是这个推的原文作者 他觉得说呢 这个东西他不喜欢 左边这个东西他不喜欢 他喜欢右边的 那左边这个地方呢 不喜欢的原因 当然不是因为他是JavaScript 因为这两边都是JavaScript 主要是因为他 我们虽然看起来很单纯自然 但是他的资料 其实数字啊 15啊 60啊 跟他的逻辑 程式的逻辑没有分开来 那右边的他是有分开来的 好 那如果你真的在写这种程式的时候 你很可能会 把这种 比如说售价的这种设定呢 放在一个config档里头 可能放在一个资料库里头 那这资料库可能后面还有表单啊 还要让人去 或者界面让使用者去填的 那如果是左边这种的话 你就相对比较困难 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有一些比较 像是makeup programming的技巧 也许可以帮你生成程式这些东西 但是一般来说 你把它独立出来 看起来会比较好 那当然反方有觉得这个 有点over engineering这种东西 但是另外一定会是 重点是我们如果在Python以后写的话 可能第一种写法写的像是这个样子 好那如果你要把它分开来的话 就这边数字跟这个逻辑 你就会把它分开来 可是这东西其实有一点点不好 应该说是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你的区间 好我们这边是1到5嘛 你的数量是1到5的时候呢 单价是5 数量是6到10的时候 单价是4 可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设定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设定 当然单价上面看起来还蛮合理的啦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 也许你就是10的倍数 因为它可能一组就是10个 可能你10的倍数的时候单价比较便宜 那如果你是11个13个 它就不会帮你这样算 所以你的条件也许不会这么死 那因为你知道那个什么 价格的设定千奇百怪 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也是 因为只是一个例子啦 有的时候可能这边是一个 游戏里头 奖励的设定 或什么东西 它的条件很可能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所以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也许就把它设成 这边是 这边设成一个condition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class 这是一个condition 比如说这是1到5 然后6到10 那我们的逻辑很单纯的就是 符合condition的时候 第一个符合condition的条件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把它 它这边存下来 直传回去 那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复杂的condition 你就实作一个 这个更复杂的condition就行了 好 不过重点就是 我们这当然是可以存啦 因为这是一个函数 或者一些class 你都可以设法让它存起来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存在那边 但是 这边的部分 所谓 我们先把它区分的部分 这边是所谓的设定 或者资料 这边是所谓的逻辑 程式逻辑 在资料的部分 其实也包含了一些逻辑 比方说这个N 介于开始跟结束 好那在前面这边 当然也 也不是完全没有逻辑 只是它逻辑是 跑到这边来 所以这逻辑并不会凭空消失 只是说你要放什么地方而已 好那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逻辑 是要谁去输入 是使用者输入了吗 还是程式设计师输入 那现在比较像是使用者 需求一定是使用者的 一定是优者的 那优者提供他的说法之后 逻辑变成程式设计师去输入 那有没有可能 这件事情这个逻辑本身 就让使用者去输入呢 那我这边想讲的就是 如果使用者本身 他也可以写一些 简短程式的时候 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可能的 好那 你可以比较一下 其实 这个东西的复杂程度 并不会比刚才 这个东西更复杂 那另外的事情也就是 这东西其实跟这个有关 就Green Pounds的Tense Rule 有关 他就是说 一个够复杂的程式码 原文讲的是CE和Fortune 然后呢 里头一定会包含一个 半吊子的List 你可以看到刚才 光是这个售价这件事情 其实就有一个需求 就是使用者在讲他的需求 就是他的资料 他的传递的讯息里头 就已经有包含逻辑在里头 程式逻辑在里头 这是很自然的 比方说你去买东西 当然你可以说 好请你帮我买一盒鸡蛋 请你帮我买一杯可乐 但是很可能你 你正常的时候 你很可能会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请你帮我去买一盒鸡蛋 如果看到那边也有卖西瓜的时候 顺便帮我带回来一个 没办法并不是只有 一个很静态的物件 中间还是有包含逻辑的 所以这是一个人类 很自然的 在传递讯息 在表达需求的时候的 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所以刚才光是一个很简单的 售价这件事情 中间就会牵扯到 你输入的东西 会需要一些逻辑在里头 这就是为什么稍微复杂一点 像是TensorFlow Keras 它其实就有 类似刚才才的架构 像TensorFlow Keras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小小语言 TensorFlow Graph 本身也是小小语言 它有把Python程式码 转成Graph的方式 用TF Function 就是有点Meta Programming的方式 或者是像是Number 这些东西 Number应该是读Bycode的 然后它都会 就像这边讲的嘛 就是有一个 类似一个半调子的LISP在里头 因为LISP这种东西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程式码本身就可以当成资料 所以它有一个Macro这个东西 那C里头有Macro 是学它的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会有这种需求 那一直都有这种需求 只是说呢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所谓的 就是这种需求 使用者他会有这种需求 他会要设定这种 应该知道设定 是怎么被程式码认知到的 那以前的话很可能就是 这个东西是使用者跟工程师讲 程式设计师讲 那程式设计师在把它 试做到里面去 但是有没有一种另外的可能性呢 好那当然就是 现代的问题要用现代的方法来解决 这东西也许不是那么现代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现代的方法来解决 一个标准的方式就是很现代的方式 这很新啊 这是还在 Private Beta 就是Open AI的API 它里头很多 其中一个是Codex 你可能有听过GitHub的Copilot 跟它是同一个核心 那我们要怎么使用它呢 以这个问题来说 你把需求丢给它 它其实就把 按下一个按键之后 它就把程式码伸出来了 它就把程式码伸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可以看到上面 我这边有个例子 先看这个例子好了 先回到正常状态 比方说这是一支铅笔五元 十支铅笔四十八元 你可以想想你要怎么写这个程式码 它写得出来 我按下去了 它就把它拍上了程式码写出来了 那这个东西本身的话 是画一只猫啊 缩小一半啊 点吉他的时候会喵喵叫 完全就可以这样做 那我这边当然可以再加一个指示 比方说我说 把猫放到画面中间 OK我们试试看 它就自动把程式码伸出来了 OK然后就移到画面中间 那当然还是会喵喵叫 好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 完美的解决了 或者是示范性的 示范了一个完美可能完美解决的方案 也就是使用者 他其实告诉我们了 使用者他其实告诉大家 传递出来一个很 他想要的需求 这可能中间有些逻辑啊该什么的 这些需求 然后呢 程式逻辑是一个独立的 完全读到这个资料之后生出它 我所谓程式逻辑并不是这一块 程式逻辑是背后的codex codex 所以你看这资料跟逻辑 把程式逻辑把它分开来 但这资料本身也包含了一些逻辑 那当然现在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逻辑是程式设计师把它写出来的 使用者跟程式设计师说 然后程式设计师把它写出来 开头还是使用者 可是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 或者是现在 当使用者都可以写出一些小程式的时候 这件事情或者是用自然语言 很清楚把逻辑说出来的时候 当然这比较难啊 因为这个 现在NLP还不是那么稳定 但是有没有可能 使用者 比如他会写程式 大家都会写Python的时候 他可以把这个程式 直接输入 那就不需要透过程式设计师了 你当然想想这可能很不安全啊 怎么可以让使用者做这件事情啊 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想一想 也是有些东西是有这种类似的性质的 比方说像是 Excel Excel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产品 但是它可以让使用者去 把它的逻辑 放在里头 我不是说PhibeScript这些东西 而是说 它的每个SEL 它可以算一些算式 所以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可以假想一个很可能的未来 是有这种事情可以发生的 而不要间接的透过现在比较 手工艺 就是透过 比较间接的方式 把它放到程式码里头 而是它可以直接的传达它的需求 所以这我想告诉我们的就是 第一个不只大家都会写Python 现在甚至连Python都会写Python 所以大家所谓的那个奇异点 不过还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其实你可以玩玩看 其实还是有很多时候写不出来的 然后呢 程式逻辑本身是可以当成一种参数的 就是当成我们传递的讯息 而不是 主程式有程式码 只要当大家都会Python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刚才那是一个例子 另外其实你现在还可以看到了很多例子 就是所谓的一些外挂 或者是add-on 那目前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像是爱好者去做 但是有一天大家都会写程式 也许就是这变成使用者界面中间的一部分 这是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未来呢 这是我想要看到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怎么变得大家都会写Python的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 在十年前Python其实是一个新语言 当我们听到一个人说会写Python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可能有点政治不正确 但是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会跳脱舒适圈那些那种感觉 原因很简单 因为很少有学校会教Python 当你开门课 你说我要用Python来教的时候 会需要理由的 现在你不用Python教可能还需要理由 但是以前是你用Python教的话会需要理由 那当然经过我们十年的推广之后呢 现在变成什么状况了呢 现在Python已经不是一个新潮的城市语言了 它一直不是很新啊 但是十年前大家还觉得它很新 它其实比Jaffa还老 但是十年前的时候 哇听到的时候 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新语言 好像有听过 但现在Python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语言了 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是我小孩的小学 也有教这个Python 这样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当一个人说会Python的时候 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 因为我们甚至听到有人说会写程式 大家就假设他会写Python 甚至还要测谎一下 当然这样讲有点冒犯或不公平啊 因为你想说一个人 我说我明明在学校里头都学Python了 那门课就教Python了 我课通过了 我毕业证书都拿到了 为什么我不能说我会Python 可是因为现在学校 教Python是一个常态 所以可以说师资的平均水准会 偏低一点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很多人其实原来不是学Python 或者不是那么熟 但是因为他被迫就变成叫Python 所以可能会把Python叫成C 他甚至可能不喜欢Python 他不喜欢Significant White Space 就是那排版 也可能不喜欢List Comprehension 不喜欢Python这种动态的 他完全不喜欢 就把Python叫成C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我不晓得多少 但是我想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所以我们 当他一个人说会Python的时候 特别是在学校学的时候 他可能也没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他总是会毕业 他就自以为会Python 所以我们通常还是要问一下 Decorator什么你知不知道 或者是一些Python Library 你有没有很熟悉 当然还是要问一下 这只是认知上面的一些差距 并不是他说话吧 只是说我们想要的 可能跟他心里想的 可能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是怎么样 把Python推广成这个样子 本来是一个很酷的语言 变成一个很庸俗的 一个很平凡很庸俗的语言 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呢 当然也不是完全是我们的功劳 这是整个世界 这是整个世界的错 因为整个世界其实Python都在流行 所以不能完全怪我们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我这边当然是一个很偏颇的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简单的回顾 当然我这样回顾其实是 顺便回顾啦 其实是另有 等一下会看到后面会有整合在一起 好那首先看一下 十年之前 这个其实也顺便 毕竟是Python Python台湾第十年嘛 所以稍微回顾一下感恩一下一些在之前贡献的一些朋友们 Synker他在2008年跟2011年的时候 首先先办了Pyctw 那你还可以从这个Wiki去找到他 虽然他叫Pyctw跟Python台湾只差了一点点字而已 看起来只是缩写 但是他其实算是不同的活动 那这两个都是一天的活动里头 大概都有十几个人参加 有兴趣怀骨还就一下的话可以看看这个Wiki上面的东西 好那时候我有去讲 只有2011年的时候我去讲 我讲了一个用50行Python写的SVM中文手写辨识 另外还讲了Python3 前面这个很单纯的就是因为我想学SVM 那个时候就Support Factor Machine 那是一个机器学习 如果你还知道或不知道啊 这是一个机器学习的一个东西 他可以做手写辨识 那当然现在你可能用Deep Learning的方式去做了 比较常见 但那时候想学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用50行写了一个训练的 50行写了一个Inference的部分 当然其实训练也用到Inference的部分 但是总之就是写了一个这个程式出来 可以做一下手写辨识 那另外讲的是刚好讲了一个Python3 这是现在是很有趣的 现在Python3已经不能算是个题目了 因为你的Python就是Python3 你要讲什么就讲Python 这个看起来不是 看起来是一个要不然就很初阶 要不然就是很大的题目 你现在讲Python2还是一个题目了 因为有点怀旧 说以前有个东西叫Python2 曾经有个东西叫Python2 它的Print是可以不用加括号的 就是这种东西的 不过你可以稍微怀念一下这个过去的状况 到了2012年 YYC勇裕 他开始筹办 他应该是2011年底 年末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做了 来筹办2012年的Python 台湾这是第一届 也就是到现在第十届 现在这是2012是第一届 那他找我帮忙 所以我也之后也帮忙了好一阵子 算是还还蛮积极的 然后主要负责的还是议程的部分 当然我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算是有投入一些贡献在头 那在2012年的时候 我讲了一个题目叫做PySX 其实是一个PlayStation的模拟器 PSX 代号PSX 那这个东西当然一看就知道 它没有什么用途 因为Python太慢了 不过我在中间用了很多有趣的技巧 像是用PyPy 当时来说很有趣 然后PyPy也用到RPython 然后我用了一些MetaProgram 就像刚才讲的Tense rule 我里头设计了一个 应该算是语言转换器 把漂亮的Python程式 转成快速但丑陋的Python程式 不过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要学 了解一下PlayStation 以及PlayStation的模拟器 因为模拟器有很多GPU 很多CD-ROM那些的外挂 可以看到这是它开机的画面 那些东西我从头到尾摸手了一遍 用Python当作一个工具去学习它 所以说呢 点一下这边 所以我用Python实作这边就是为了学它 这是当时投影片的一部分 我就把Python当成一个用来理解的工具 因为Python很有互动性嘛 然后它可以用C-Type去 去有点像Debugger一样去看一看 那些Plug-in是在做什么用的 然后我甚至执行到那个CPU模拟的东西一半 我还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中断干什么的 然后重点是我后来是用JavaScript才实作了一遍 最主要是我那个时候用Python做 并不是因为Python1011都没有嘛 但是你用在网页上面好像是有点意义 所以用JavaScript了解了之后 就用JavaScript实作了一个 然后里头的话 你知道那边的原本的那些Plug-in 你还可以用Python你还可以用C-Type 但是浏览器里头 你就是要搬过去了 那从中间学到WASM 然后WebAssembly那些 然后Local Storage 因为它有一个CD 它有光碟 光碟其实还蛮大 600多Mega 那你其实你要怎么让 因为它其实档案 你怎么 浏览器其实不太容易乘取正常的档案 因为那有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Local Storage 还有一些Multiprocess的问题 然后学到了还蛮多 我平常正常来说 我的工作可能不会碰到这种东西 但是从这边就学会了这些东西 那另外也有比如说参与Python China的一个远端演讲 现在当然远端演讲非常的常见 只是当时的时候可能稍微小见 但是因为中国那边比较远嘛 然后就远端演讲 那时候做了一个非常 浪费生密码也不是 就是多事 做了一个像有点像钢铁的那种 移来移去那种界面 当做我的投影片 所以你看到这上面就是当时他们拍下来的样子 就是我移动这个 这是我的一些东西 然后移过去 然后上面这些字 就是投影片本身 但是中间还有一些图片在上面 非常的 看起来有点炫啊 就像现在看起来其实也有点炫 那这东西用到什么呢 它用到了Deep Motion 跟一些Computer Vision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其实我们上面有个摄影机 这是Jupilab 然后Jupilnoga 然后你的Webcam 跟你的Leap Motion Leap Motion是一个可以侦测手的 它是红外线摄影机 但是它有两个红外线摄影机 它可以侦测手的位置 那Leap Motion本身有个坐标系 它跟你的那个摄影机的坐标是完全是两样 你要怎么让两个摄影 就两个东西 它的坐标系统合在一起 其实会需要一些事情 所以那时候就玩这个东西 玩的不亦乐乎的 不是玩这个球啦 是玩写这个 写这个Plugin 那这Plugin 是在什么地方用的呢 因为这Plugin 其实那当时有个东西叫Google Plus 它的那个视讯里头是可以挂JavaScript的一个外挂 所以我就用那个外挂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当时我们就用Google Plus来做远端的演讲 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 当然另外一件事情我有做的就是社群 在地的技术社群 那时候第一个是花莲派 为什么在花莲呢 因为我之前是在东华大学的 对Python有兴趣的朋友 那2019年的时候是因为上半年一节 他进入了Google 然后从事Google的开发者社群的工作 推广工作 经由他非常热力的鼓励之下呢 我们就也建立了GDG的花莲 Google Develops Group花莲 这两个方面当然有点先重复啦 但是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Google他其实多少会资助一点点 比如说是一些餐点啊那些东西的 其实对我们这种不太容易维持的社群 其实是还蛮有帮助的 那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不希望我们的社群 被人家认为是东华大学里头的社群 所以我特别会在不同的地方来办活动 那你知道花莲本来要办这种社群就不容易了 更何况更何况我现在又要放弃一个我手上拥有最多资源的地方 然后来办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挺不容易的 但是不是只有我们不容易 在我们帮忙我们的一些场地 其实我们很感谢他们 但是这些场地他们其实也经营不容易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好几个场地都在我们进去办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纷纷的结束营业了 因为他们可能都很有理念啊 会干什么的 然后其实本来就是不是只有我们不容易 大家都不容易 那当然工研院Omega Room 它是一个它的Maker Space 它不会倒了 可是跟我们联络的笑笑 它后来也离职去自己开了一个新创 其实还不错 但是它离职了 那东华大学就是我嘛 那看到前面也知道我后来也离职了 所以这感觉就真的还蛮辛苦的 可以看得出来真的蛮辛苦的 那我走了之后 当然就把我的负责的棒子就交给了在地的伙伴们 就是花莲拍的伙伴们 让他们还有GDG花莲同一批继续去支持下去 在失去了我的领导之后 他们就做得非常好 花莲拍就越来越好了 感觉好像就是我是一个花莲拍的阻碍的感觉一样 但总之不管怎么样 现在其实我们活动一直都有继续 然后因为是疫情的关系 前几个月都是线上的 那现在下一次好像会变成线上跟实体混合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来参加 那我们这边有些我们之前的一些照片 那这是我们最惨的情况的一次 人最少的一次 那其实不是四个人 因为我还有拍照 然后呢 他们两位是路过的 其实他们没有参加他们是路过的 所以总共那次有三个人 只是看我们太可怜了 然后一个社群聚会只有三个人在那边 所以那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我们之前在OmegaZone 然后战略狂吵的场地 好 那我当然办这个社群本身还是有个私心 这什么私心呢 就是我毕竟是个老师嘛 我希望能够让学生来学会 证明 数学系老师 不只是老师 数学系老师 那学证明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 有多难呢 难道说他们甚至很多学生会把 证明把它背下来 然后在想说把证明整个背下来 多困难啊 这么多题目 甚至有些题目说不定 根本就没看过 那你背这个东西 投资报头会太低了 而且又太难了 可是两害相权取其心 对他们来说可能直接学会证明 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 当然以老师的角度来说 你有这么讨厌学会这件事情吗 但是实际上还是真的是很有困难的 因为这有点反人性啊 因为你题目你写证明的时候 可能每个句子都是对的 但是何在其是错的 因为重点是逻辑 题目的结论一定是对的哦 因为题目就是要叫你证这个东西嘛 那这东西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其实你要填的是中间的逻辑 但是当我们说你错的时候 你很可能会说 我这个句子 难道是我这个句子写错吗 然后就开始可能很听话吧 就把这个句子改成它的 本来写 写的是正向的就写的否向的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中间的逻辑 那这件事情很难解释 因为有的时候到底哪边到哪边 这个推理过程 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还蛮难解释 那有的时候因为老师会 反而更不容易教 因为有的时候学生 从第一步跳到第七步了 这第一步到第七步 我们可能自己都会这样跳 因为我们会了嘛 所以我们就这样跳 但是老师看到学生的时候 可能也会误以为学生会 只是学生其实根本不会 他就是不想要那个句子了 那我们就把他脑补 哦你这样跳 然后所以跳到这边来 看起来有道理 就不可能给你对了 但是他就没学到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呢 我觉得写程式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因为程式的逻辑跟证明逻辑 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不管是学术上 实际上都有一些 像呼应的地方 而且程式会有回馈 写证明很难有回馈 刚才说老师会脑补嘛 很难回馈 那写证明 也很难有个直接的目的 你把 你现在到大学了 那个证明 其实难 要不然就太难 要不然就太简单 简单的话就无聊 太难的话不会做 所以其实很难有个 好的题目给大家 去练习 从开始练习 但是写程式就有很多 刚开始的可以练习的 什么绕个回圈 应个圣诞树 其实都有一些 东西跑出来嘛 而且证明其实 你很容易觉得它是一个 毫无意义的事情 因为 那个定理的叙述 你不管是证出来了 还是没有证出来 都不会影响 那个定理的真实性 不会因为你 你证不出来 那定理就错了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嘛 所以你感觉说 我到底做这个证明 意义在什么地方 我写这个证明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然后想说 那就先教大家写程式 当做一个台阶 然后一开始跳上去 做证明大家不会嘛 你先有个台阶 学会写程式再上来 毕竟我们 大学数学老师 连维基分都教的会了 教个程式有多困难 结果真的就还挺困难的 本来教程式就很困难了 没有那么容易 我当然还是觉得 教写证明更困难 但是程式本身 也不是那么容易教的 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障碍 而且在数学系的学生 可能会更有障碍原因是 如果你是一个 自工系的学生 你可能会有个自尊心 就是我应该要会写程式 那可是如果你是数学系的学生 很可能跟老师一样 老师可能很得意说 我其实连算数都不会 我是数学系老师 但是我不会算数 因为我反正我们 擅长的是高阶的推论 这些东西 那数学系的学生 也很得意的说 我擅长的是理论分析什么的 写程式的东西 我不会 他可以很 很有自信心的讲出这件事情 也不会 大家也不会嘲笑他 所以可能会更难在课堂中 把这些东西塞进去 让他们学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我希望建立一个方式 让他们误以为自己需要去学程式 那其中一个就是建立这个社群 那在一个更大的氛围之中 他们能看到各行各业的人 有些人 很多人都会写程式了 那为什么他们有些可能 甚至本业不是工程师 可能学医的 学一些其他事情的 可能为了Maker去做这些事情 都可能 那让他们误以为自己 就是建立一个整个环境的气氛 让他们觉得自己需要会写程式 这是我们的一点私心是这样子 那中间也用到很多 顺便也会传达一些学习的方式 比方说 这边都是一些 比如说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我以这个当例子就好了 那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这是Mapart Report 那我一贯的教学 或是学习的方式来说 我都会觉得 你必须要做一个 看起来有点没用的东西 但是有趣的东西 像这个画的魔法阵 这画的魔法阵 其实你会发现 Mapart Report 不是用来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它没用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不是用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为了办到这件事情 你可能就必须要去挖 它一些特别的功能 就是因为这样磨练之后 你这个东西之后就还蛮会用的 那这也是一样 我其实可以完全做投影片 这是心心怠数的 我想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在Jobin Nobu 能够去做那些矩阵计算 而且可以让它显示出来 还蛮漂亮的样子 当然Jobin Nobu 完全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你要怎么让它 看起来更容易 就看起来好像毫不费力的 就是我建一个矩阵 建一个矩阵 然后沉起来 跑出它的结果 弄出像这样子 甚至显示出像这种 连立方程式这种东西 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那你只要做这些事情之后 就会对你的工具 或者是你想要学东西 在比较无痛的情况之下 把它学会 好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 我们是怎么把 刚才刚刚讲的很厉害一样 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 我们是怎么把Python推广成这样的 所谓这样就是刚才讲的 一开始十年前 Python是一个很酷 大家都 哇高手啊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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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现在 会Python的 就 求救求救 这种感觉 就是新手这种感觉 平均水準好像 跌了一大截 然后Python是一个 平凡无奇的语言 但实际上 这个世界其实是对的 十年前 当我们在推广Python的时候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我们也不太对 至少我会这样觉得 这就是十年后 我们想看到 我想看到的世界 我觉得应该会跑出来世界 为什么这是对的呢 有一点回应 我们一开始讲的 就是程式语言是一个 很基本的能力 程式语言是一个 人类基本的需求 只是我们还 就像文字 在文字发明之前 就有人类了 它是人类需求 但是没有被 fulfill 没有被满足到的一个需求 那程式语言 也是这几百年 一两百年 可能就 就这几十年特别多了 然后出来的东西 但是并不是表示 人类没这需求 只是以前没有这么好的东西 好 它跟说话 写字 跑步 唱歌一样 是人类的基本的一个技能 那我用跑步来说明好了 好 那写字当然认字 那也是同样的 为什么我说 这个世界是正确的世界 是好的世界 你想想要跑步 好 那GQ有一系列影片 就是专家来批判 电影里头的场景 这个人做的对不对 比方说 找一个情报员 真的情报员 去看007 电影有007 真实的情报员 不会像这样子的 这么高调 我们都是 让人家认不出来的 或者是找一个太空人 看那个什么 太空漫步啊 什么那些电影 哪一个说 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那个呢 根本就是 无重力情况之下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那其中一个就是 跑步的 跑步的 那他就要看 比如说阿甘正传啊 或者汤姆克尔斯 那不可能认识他就跑 你这个跑步的动作 不太对啊 什么的 从他们的角度来想 我们可能 不会跑步 我们可能是 不会跑步的人 当我们跟他说 我们会跑步的时候 可能就说 我要来测谎一下 你到底会不会跑步 还是 是不是真的会跑步 跑步的时候 要怎么摆啊 要穿什么衣服啊 你知道吗 你真的知道吗 那我们可能 这支吾 就是说 我当年体育课 也有毕业啊 又通过啊 我学校有毕业 毕业证是不是拿到了 就很像我们现在觉得 一般从正规的教育训练 就是 我所谓正规 并不是正道 但是是正规的 教育训练出来的 那样子 当然他们可能 不符合我们对 Python 专业的认知 就像我们不符合 跑步 我们可能 手怎么摆 不要讲一讲 觉得真的自己 不会跑步那种感觉 但是 跑步对我们来说 还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你可能迟到了 就跑两下 看到前面的东西 跑步还是一个 很经济的 一个运输方式 就走路跑步 还是一个 很经济的运输方式 对我们来说 这完全是一个 很好的事情 即使我们不是 以跑步为生 即使我们不是 以跑步为生 我们不是一个 专业跑者 甚至我们还可以 享受跑步 城市设计 也是一模一样 你可以想象一下 跑步这个世界 其中一个世界 是只有少数人 会跑步 他们跑得很棒 平均水平超高的 或者像我们 现在这样的世界 大家都会跑步 平均水平超低的 哪一个世界 才是正确的呢 其实我觉得 现在这个世界 才是对的 当你会跑步 我们才可以告诉你说 你可以试试看 跑快一点 或者用跑步来 帮助你做其他的事情 其他写字啊 说话啊 这些技能 都是类似的 好那 另外一个学写程式 常见的一种说法 就是它是 很多人就是 我要学AI 或学什么 是因为 现在工作很热门 那些东西 工作是生活中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部分 也是人类文化里头 现在社会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真的没有错 所以为了工作 学这个 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 问题是 你 可能会需要 更多 就是 我这样讲 可能不太清楚了 我举个例子 认字 写字 这件事情 以前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所以以前有个工作 是 帮别人 读信 和帮别人写信 这是他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就是 因为他会写字嘛 那这个工作 可能其实还挺不错的 他 可能收 可能比较相对轻松 然后 收入可能也还好 然后 又受到大家尊重 还挺不错嘛 有点像 以前写程式的这种感觉 或者是前两千几年 做AI的这种感觉 那这个事情就跟我们 现在写程式很像 但是 你可以想说 这个 如果啦 他学会了认字之后 只是帮助大家写信 然后念信 那这样是不是 有一点点浪费了 当然他在做的是 一些很好的事情 帮助了很多人 可是对他自己来说 这个能力 是不是被浪费掉 你会认字 你一定会 有大量的书可以看 不管是小说啊 各种学习的知识 你可以更快速的 学到更多的知识 可以 跟古代的人交流 大家说认字 看到书可以跟古代的人 做心灵上的交流 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非常多的事情 甚至可以创作写小说 干什么的 都可以 如果你只把这个技能 拿来工作 是不是很浪费 虽然对别人是好的 但对你自己来说 是一件很浪费的事情 写程式对我来说 你会写程式的技术 很好 那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如果你只为了 工作来做这件事情 是很浪费 当然 这完全是个人选择 这完全是个人选择 好 所以我 至少我是这样觉得 学这东西只是一个开头 程式之类 它可以让你 接触一个更广泛的世界 那 至于你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是你可以决定的 但是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生命是很有限的 如果你把所有东西 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面 那 你 就是 因为生命非常有限 所以是一个很浪费的事情 所以就是 人生是有限的 限量是残酷的 所以当然人生是残酷的 既然是残酷 你要更 积极的去应用它 积极的应用它 因为生命毕竟就是 这么一段过程 那其实 我当然想讲的就是 我个人是觉得 学习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 就像认字一样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学习更多东西的 技巧 或者是一个 方法 那 或者更 我用我的形容来说 就让你多了一双眼睛 一双手 还有脚一样 那 手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你可以做程式设计 然后写出不同的 新的程式出来 那 眼睛的部分呢 这件事情 其实也可以让你 当你会程式之后 你可以让你看到 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看起来 有点点抽象啊 或者是 不晓得在讲什么 但是 其实我 我这边讲的是真的 就是你真的会 让你 当你学会一个东西之后 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 你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这才是学到 东西的一个 现象 好 举例来说 在程式设计 有一个东西叫做 十六金位 那这倒不是我在 讲推广程式 或什么的情况之下 可是 以前我们 就是现在也是 他常常推广数学 那其中说 数学在生活中 各式各样 你都看到数学啊 什么的 那其中一个东西 就是十六金位 或者是二金位 这东西 那很多人 其实 广泛的一般人 其实是不知道 十六金位 或二金位 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说 其实你一定看过嘛 比方说 在 你看你在做 那个颜色选择的时候 调色盘选择的时候 不是看到这边 有下面这种东西吗 警字号 后面接的这个 那这就是 十六金位 可是 我当初是以为 他们 会恍然大陆说 原来那个 那个东西就是 十六金位 其实不是 大部分人是 一副 听到之后就觉得 你在说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 看到这个东西 他们根本 看不到这个东西 事实上是 他们根本 看不到 那个东西 所以 其实你真的 学会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帮你看到 更多东西 比方说 你 看电影一样 如果是一个 你听不懂的语言 你其实 看到字幕之后 你是听不到 它的 原来那个语言的 你会把它转换成 你自己看字幕的语言 这种感觉 所以很多时候 你学会的东西 会帮你看到新的东西 特别是学的 构深的时候 所以他真的 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 那 可是你一定要在 工作和学习中 选择一个嘛 因为很多人 其实对 我刚才 就是好像在推 学习啦 就是 也没有说 不推工作 但是工作 感觉学习 是一个更大的东西 可是很多人觉得 工作和学习 两个都 都不喜欢 好 那我再重复 这完全是 很主观的经验 你完全可以选择 你 喜欢的东西 这是完全可以决定 我只是提供一下我的经验 就像 前一阵的奥运 不是有一个 是不是一个日本的选手 他好像得到金牌之后 就说我再也不要 做那个运动了 他完全有资格做这件事情 跟我是完全相反的感觉 不会觉得说 这个得到金牌 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要更加推广这个 你完全可以选择 这是你自己 就是说生命是残酷的 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你可以完全决定 这件事情 只是我下面提供的是 我的经验 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 因为在我的概念中 学习跟玩 完全是一样的事情 你玩的时候 一定要学到 也可以学到东西 因为玩的时候 如果没有新的东西 你没有接触到新的资讯 来刺激你的话 你会觉得很无聊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要怎么说 有作业感 这种感觉 就是一直重复那种事情 你就会觉得无聊 即使它表面上是个游戏 对你来说也是一样 那反过来说 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玩 或者是说 我们说玩就是 有点没用的 做一些没用的 就像我刚才做的那些东西 没用的东西感觉 好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刚才我们列了一些例子 我自己 那一小部分例子 每一项其实都是没有用的东西 写这个模拟器 然后这个模拟器 用文字来产生 这想要干什么的 你难道想要利用这个什么 terminal连过去 然后远端的玩游戏吗 虽然也算 不算完全 不算完全 没有用 但是 相对来说是没有用的事情 那这东西 其实浪费了很多事情 只做小小的事情 然后这个手里书法 也从来没有完成 然后这个 确定一定要 Map Alib来花 魔法证吗 魔法证不是很多天都可以做吗 但是重点就是 你在学的东西 一定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之下 才去学的 我举个例子就是 骑脚踏车 你要等到你必须 你得要去骑脚踏车的时候 你才去学吗 这是不太危险的 我明年要 我从下个月开始要 工作上要骑车了 我是说开始来练习平衡 这时候不但紧张 又无聊 而且 就 很危险 很危险 让你骑车 不管是送载人 或者是送货的话 人家也不是很 很放心 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前 为了工作才去学的 可能跟你拍个手 就很敬业 但是 不太敢 你真正学车 一般的经验是什么 你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那时候你没有什么目的了 你就是想要玩 就是好玩而已 就是这个骑车 你想知道 我这样骑上去到底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他们会骑 为什么他们居然两个轮子 这样可以平衡 你都在这种 没有用的情况之下 你 骑车的目的可能就是 绕着公园 绕着路 走了好几圈 绕到起点嘛 这完全一点一都没有 你就绕着路 回到中间 绕着路 又回到这边 你完全没有做到任何 对社会上的贡献 但这样子你才学得会啊 就是因为这样才学会 你等到需要用的时候 你再去学的时候 就真的 不管是对 你要帮助的 你要做的事情 本身来说 或对你来说 其实都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王道 这个东西还是 真正学习的一个正确的方式 你必须要 准备一个 有趣但是 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 利用这个东西 来帮助你学会 好 那比方说 在学会拍赏之前 其实有写了一个程式 写了很久啊 这个叫做梦露神诞 这是一个象棋程式 它本身也没什么目的 就是为了要让 在网路上面下棋的时候 赢别人 就好玩而已 然后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包含那时候 我还特别为了它写了一个中文化 因为英文不好 中文化的 那个西家家叫秉正正 然后全部用它来写 当然我也知道最后发现这个东西 这要有很多障碍 所以觉得不太好 然后另外还有过分物件化 我会把每个旗子 都做成一个物件 上面还有一个 parent class 一个super class在上面 然后旗盘本身也是物件 每个位置都是物件 每个规则都是物件 导致这个象棋跑得非常慢 所以你看看 现在看到这个版本 已经不是这样写了 然后当然 在中间学会有各式各样 跟 Alpha Beta的TreeSearch 所以对于其类的 AI其实也蛮熟的 现在都快靠这个来教课 然后 靠了神经网路 那时候也学到一些神经网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神局函数 想要帮它 自动学起来 然后 就是有试过用神经网路 当然还有做其他事情 但是用神经网路 学过很多位元计算 然后 学会演化学习 那时候数学系有很多机器 我们就放了很多程式 让它自己去互相残杀 随机的更改它的设定 然后选出一个最强的 然后反正就是也是一样 然后图片 那些东西的 支持我科的一个演化学习 当然 你要连到网站上面 还会有游戏机器人 那游戏机器人 有很多种 有些有API的 有些你自己要去 破解它的网路协定的 有一些是 直接从画面 去点点点的 就是 模拟滑鼠 然后抓截图 这种方式的 都有 所以一开始只是 单纯的就是为了 觉得这很有趣 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想试试看 那从中间过程 学到很多东西 那也许是运气好了 发现这些东西 好像很多都有用 但中间可能也学到很多 没有用的东西 只是我们把它列下来而已 那另外就是 游戏东西 以前在BBS 很多游戏 中间也学到很多东西 其中一个 包含了 去 因为它本身的游戏 本身只有一个 乱数种子在那边 那我们甚至 利用了前几次游戏的结果 反推回去它乱数种子 然后赚到金币 那中间学到什么 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 但是 赚到金币 破解网站的时候 感觉就很好玩 然后 就学到很多东西的感觉 那 之后当然这方面 也走了很多 然后其中一块 甚至为了加速 去破解一些东西 学会了GPU的Programming 之前有一些AMD的卡 然后就利用它 学会了 GPU的程式设计 的一些方式 这边是其中的一部分 之前在一个网路上 公开比赛结果 甚至还拿到前面的冠军 找到一个最好的 它就是前面零最多的 最小的一个Hash 最小的一个Hash 当然其实也 因为破解的关系 多多少少也会 感觉 比如说跟学校有一些对抗的感觉 觉得学校有一些服务不好 我们就架了一些网站 去做私人的服务 也会有做这种事情 对学生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事情 年轻人会觉得相当有趣 中间也从中间 也感谢当时的大人们 没有 太多的阻碍 反正就是利用这种方法 学会各种驾站的技术 还有各式各样杂七杂八的技巧 因为我自己喜欢看书 有很多东西 其实并不是一定要特别去学 或是什么 你就是想要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因为像跑步 你在生活中就是用得到 也不是特别要去学什么 就是跑步 就是用 那我喜欢看书 所以看书 就中间就有很多可以用 那这东西不是工作 这东西不是工作 工作当然你可以 像我们有很多人工智慧的东西 当然你会用太少 但是你平时 这个技能并不是死掉了 它还是可以拿出来用 比方说我想看书 但是我不想看简体字 我们正版的书 但是图书馆会有 但是它都是简体字的 那我就把它转成翻题字来看 那中间其实也学会了PDF 还有一些字型的东西 那之后 因为有些人才知道 我人工智慧 也有做一些像字型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还算有帮助到 当初也不晓得会有帮助 然后那时候我也买了Kindle 来看书 很早的时候买了Kindle DXG 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那我在上面也做了一些 比较系统端的东西 比方说把酷音输入法 port到上面去 左下角这个地方 那也把webkit的浏览器 port到上面去 让Kindle DXG 那时候有一个免费的网路了 好像是免费的3G网路 全球通用的 全球通用网路 我甚至到中国去的时候 好像都可以短暂连一通 我就忘记了 但是至少在台湾美国 它都是可以用的 这么好用 我们就设计一个浏览器来用 它本身有一个Netfront的浏览器 但不好用 那我们这边就port了一个webkit上去 那中间甚至还学到一些意外 因为不小心把它变砖块了 所以还买了一些什么 SiriPort的TTL那些东西 把它去连来连去 那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我也不晓得 反正 就是走过的路就是了 那因为教学演讲 当然也做很多东西 包含刚才讲的 那个Pycon China 里头做那个东西 是在演讲合作的 那其他的像是 在教学的时候 也做了 我自己常用的东西是Lix 它是编辑Litex的一个编辑器 那 我就做了一个PowerPoint 转成Beamer的一个系统 那后来Beamer又不用了 Beamer是Litex常用的简报系统 那又改成了 Review.js 所以我做一个Lix 转Review.js的东西 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 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应用 包含写一个Lua的 用Python写一个 Lua转Python的东西 当初学会Lua 这种东西 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深度学习当然也有一大堆 这边就不一一一阐述了 不过总之就是 这是我的经验 那我也知道 用Side Project来学东西 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 中间还有一些技巧 所以每个人的际遇也不一样 但是量大概有点像刚才那种感觉 每年都好几个 然后至少对我来说是OK的 是一个合适的方式 如果 不过不管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 因为这个刚才说的 人生是限量的 好 那 这东西你要 那程式的设计技巧 是一个很珍贵的技能 所以你要好好的去应用它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那最后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 这个技巧 其实是如何的去珍贵 那这可能是大家都看过的一个故事 就是 禅师倒茶 这件事情 那学者 大家不喜欢学者 禅师倒茶给学者 倒倒倒倒 杯子都满了 他还一直倒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就是要来说学者 你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 我没办法教你什么事情 就像茶杯一样 茶杯如果满了 我就没办法把东西再倒进去了 都是这样来教训学者用的 禅师就是用来教训学者用的 基本上我同意 我讲大家都同意的 事情就是 茶杯如果满了 就没办法再装成东西了 可是问题是 问题是 要让茶杯有空间的方法 除了把茶倒掉之外 你还可以把茶杯变大 这是现在所谓的 什么成长性思维这种东西 这还是正确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 正确的思维 事实上呢 当你学会 程式语言设计的时候 程式设计的时候 或者派上车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打开了你 就像我刚才讲的 打开你的学习之眼 你的手 其实就是一个 让空间变大的方式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珍贵的一个技能 就像我这边写的这句话 first you learn to code 一开始前面十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 十年前我们希望 我们知道 程式感觉很美好 可是说不出来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 先学会写程式 那现在大家都已经 会写程式了 我们希望你能够 不一定要认 认识我这边的 我自己的主观的 但是你可以利用 你这个珍贵宝贵的技能 去扩展更大的世界 包含学习在内 好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 现在进入我们的Q&A时间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老师有提到 希望可以写程式来练习证明 那蛮好奇 除了数论跟离散以外 也可以用程式来练习证明吗 那像代数拓幅之类这种 有点抽象的感觉 好像有点困难 好 的确我在想要帮助学生 利用写程式来学证明的时候 是比较属于初阶的部分 比方说像是线性代数的 你要验证一个东西 是不是线性空间 或者是一个东西 是不是拓幅空间 一个东西是不是连续函数 这其实跟程式的 那个unitesting那东西 都还蛮相关 只是要检查 一些条件有没有符合 但是比较高阶一点的东西的话 程式也是有帮忙 只是说 它的帮忙没有那么直接 那以这个问题的例子来说 我觉得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大部分人碰到问题是 没有把抽象的东西 直接跟具体的东西连接 那我们碰到每一个抽象概念的时候 其实至少 你都要连接三个以上的例子 所以当你在做一个抽象的 推论的时候 你就会把那三个具体的例子 都把它跑过一遍 那这个其实跟程式会有点关系 因为程式还是有一些 什么obstract的方式 你把东西抽象化 那些东西是有点关系的 那帮助上可能有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更直接的就是你把 具体的例子跟抽象概念要连接 然后一个很多人忽略的是反面例子 不但你要连接具体的例子 还要连接反面例子 那反面例子的话 至少一个 但是更多更好 因为就每一个条件 可能你一个都一个 比如说线运空间 可能有四五个条件 那每一个违反其中一个条件的例子 你都要弄一下 那当你在跑 那个每一个过程之中的时候 你都要 就是你在做论证过程之中 你都要跟着那例子跑一遍 这是我建议 那这其实跟程式 你去思考你的程式有没有弱点 其实这方面是有一些相关系的 谢谢 好谢谢老师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数学不好 也可以靠着写程式反过来增加数学能力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的确是可以 因为写程式的确是一个 它的内在逻辑 训练一个内在逻辑很好的方式 数学跟写程式共通点 就是它的内在逻辑 程式也比较实际一点点 但是我的确碰过很多程式设计师 或者是学程式的人 他们其实对数学是没有自信的 所以这不是绝对的 但是我觉得中间的确是有一些帮忙的地方在那边 好 那第三个问题 那老师在这些年的教学经验下 对于第一个程式该学什么 那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那对于不同背景或是动机的学生有没有什么差异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现在选Python或者是Scratch当作第一个程式语言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们的确是有它的优点 但是像我们当初开始学程式语言的时候是Basic 到至今还是很多人 年纪比较老的人 他们可能还是很怀念用Basic来教小朋友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 有一些open source或者一些小的计划 就是把Basic放在现在新的环境以后 然后它自己使用一下来教小朋友也很方便 那我觉得像Basic或者是Python这种的特点是它有一种互动性 所以基本上任何有互动性的东西其实就还OK 那当然有一些语言 当然你说什么Husco那种 可能对一般初学者来说应该会有些障碍 应该蛮容易有障碍的 只是说我觉得其他语言的话 你用Python是一个很安全的选择 那只要小朋友能够或者是初学者能够接受都可以 但是小朋友或者是初学者很可能会碰到一些英文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英文打字 其实是特别是小学生 英文打字其实是很慢的 那所以这时候用Scratch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选择 那感觉老师做过很多不同的side project 那老师是怎么样子被启发去接触这些side project呢 好这个其实也蛮呼应我讲的一个内容 就是其实你在生活之中你一定会有写程式的需求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写程自动化的一些需求 那只要有你这个需求之后呢 其实就会让你开启一个写程式的一个诱因 或者是一个写一个计划的诱因 比方说好了我现在其实有做一些疫情的关系 有做很多线上教学或直播 那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停课的那个时候 我的很多东西放在台南 那我家在台北 我的摄影机其实我在台北没有摄影机 那又很不幸的就是其实前一阵子 其实你买webcam不太容易买得到 那怎么办呢 我就挖出了我一个connect 就是以前Xbox的connect 它其实可以接 但是它connect2 connect1的话好像好一点 但connect2它没办法直接当成摄影机来用 在linux上面 因为我就是用linux 这很麻烦 那所以我基本上有一些各式各样困难 那当然也有人写了一个connect转成摄影机的方式 只是latency太大了 所以最后我怎么做的 我也是自己写了一个直接读connect的API Freenect 然后直接接到OPS 变成OPS的一个plug in 那从这边就变成一个cyberide project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有兴趣想学的东西 或者一个想解决问题 那中间一定都可以碰到你需要 也不是一定 就是很常见 你会发现可以写程式的地方 好 那其实很不好意思 就是感谢大家的提问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议程要到这里结束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 但不用担心会后卫老师 他会到gather上方的mingle lounge 继续跟大家做互动 那另外 欢迎까요? 来 arch双车